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3月18日 我們在曼城 會舉行這次我們的閉門會議下半場 我們早一晚到了曼城 今天就會跟大家開會 這節要跟大家說說 普京 被國際刑事法院通緝 我們上個星期 不是上星期 只是星期三 星期三我們去了一個 新書的發佈會 本地的一些政界的人物 有很多那些 議員在 他們就在批評 在這個發佈會上 批評國際人權法庭 是沒甚麼用 話口未完 國際刑事法庭 就下令 逮捕普京發出拘捕令 要求他要對烏克蘭犯下的戰爭罪責 承擔責任 莫斯科 堅持否認俄軍在持續一年的侵略戰爭期間犯了任何的殘暴 這些罪行 國際刑事法院第2預審廳在這份逮捕令之中 就逮捕普京這個決定提出的理由 就說 普京事源對烏克蘭兒童進行非法驅逐 將烏克蘭民眾 由烏克蘭非法遷移至俄羅斯聯邦 逮捕令就這樣說 根據指控 這些罪行 至少是從2022年的2月24日以來 在烏克蘭被佔 的領土上犯下 普京要為此承擔責任 克里姆林宮還未對這件事發表評論 國際刑事法院 同樣以指控向俄羅斯兒童權利專員 發出了大暴力 馬利亞尼玉娃貝洛娃 這個也是 共犯來的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卡里姆漢 可能是印度人來的 在 一年前 針對烏克蘭境內是不是發生了戰爭罪行 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 展開調查 卡里姆漢四次去烏克蘭 調查是否有兒童 對於兒童實施犯罪 以及將民用基礎設施 定為攻擊目標的指控 在烏克蘭 被導彈襲擊的很多民房裏面 這位刑事法官 這位檢察官是在那裏延長視察的 是在今年 2月28日的時候 預審廳認為 為了保護一些受害人以及目擊者以及相關調查的正常進行 逮捕令是被密發佈的 但是由於這項罪行還在繼續 使得高眾 要知道這個逮捕令可以防止這類罪行的繼續進行 所以公布這個命令是符合司法正義 就國際刑事法院發出的逮捕令之後 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立即發表聲明 就說這個逮捕令 對於14年以來烏克蘭遭受俄羅斯軍隊犯下的 種種暴下的人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日子 聲明說 向普京發出逮捕令 令到國際刑事法院 將普京變成一個通緝法 為了結束俄烏戰爭 這個爆發以來 侵略者遲時得不到懲罰 賣出了第一步 因為 國際人權法庭 其實有130多個國家簽署了同意聲明 即是說 普京如果在130多個國家出現 就會面臨被逮捕 將來 我想西方國家也不會輕易跟俄羅斯普京 有甚麼接觸 跟他公開握手 跟他打電話開會 例如法國總統跟他玩 封sex 我想以後也不敢了 最多 就黑你武林工幫他吹吧 我們想跟大家說一下 對上一次國際人士刑事法院 對於 獨裁者 發出的拘捕令 對上一個 就叫做 米洛赦維奇 米洛赦維奇 他就做過塞爾維亞總統 在1989年至1997年 然後1997年至2000年 就做藍斯拉夫聯邦的總統 即是藍聯 他 當然是犯下種族滅絕罪 sport 就被被 判判他 是通緝犯 他被海牙國際戰爭法庭 ر 拉夫聯邦共和國總統 後來 跟他大選贏了 科斯圖利策 拒絕了引渡 米諾社維奇 到了 2001年的4月1日 蔡爾維總統 指揮警察 在一場短暫的對峙 逮捕了米諾社維奇 以對他國內的 用國內法指控他 2001年的6月 藍斯拉夫聯邦宣布 可以了 將本國公民送到國際戰爭法庭 受審 也送到海牙的國際法庭 一個星期之內 米諾社維奇送到海牙 成為歷史上 第一個 被送到國際戰爭法庭的前國家元首 所以 有米諾社維奇做前居 我們也認為 這次 國際人權法庭 他們的主要 做法是甚麼呢 是令到 在 俄羅斯裏面的反對聲音 甚至是軍方發動一場政變 將他拘捕 將他送到法院 這樣就很大機會可以結束戰爭 雖然 這個 人權法庭 在全世界來說 沒有甚麼 實際權力 純粹是象徵意義 不過 這個象徵意義 比沒有人做事 而且 他這次下了這個拘捕令之後 雖然 是 不會有一個國家即時執法 但是 很大機會是鼓動他國內的反對勢力 會做事 甚至乎鼓勵他軍方政變 就好像 藍斯拉夫的米諾社維奇一樣 當時 因為他 在2000年當時的總統選舉 進行了舞弊 其實他的得票只是40.23% 而當時的在野 這個陣營的科斯圖利策得票是48.22% 所以 他就贏了 他輸了之後 一直以來當時有些政治操作 國內有民眾支持他 好了 米諾社維奇當時是對於克羅地亞 波斯尼亞 以及科索毓進行幾場種族滅絕大屠殺 所以 他是被送上海牙的法庭 好了 他當時 到了06年 被判有罪 在海牙的監獄裏面 坐牢 2006年發現他在床上死亡 當時根據各國通行的刑事訴訟法 這些犯罪的嫌疑人如果患重病 就應該保外就醫 如果公訴方法庭認為嫌疑人 對社會危害極大 所以不可以保外就醫 就應該送他去監獄的醫院 治療 直至他康復 繼續坐牢 當時醫生 當時醫生認為米諾諧維奇 不算很重病 所以 有人認為他是屬於畏罪自殺的 米諾諧維奇 可以說是 病死在監獄 普京的下場 究竟會不會像米諾諧維奇一樣 他首先 下台 可能被國內的人推翻他 然後 把他送到國社法庭受審 判去坐牢 這樣其實對於俄羅斯的傷害是最小的 這件事 第一 免於俄羅斯繼續拖下去 這場仗 接下來要賠很多錢的 因為這是戰爭罪行李嘛 你屠殺了那麼多烏克蘭人 炸了那麼多地方 你需要賠錢嗎 現在俄羅斯有很多聯邦已經打算計劃公投要退出 因為 將來你這場仗打下去 要賠多少錢給人 天文數字 要怎麼賠呢 我不賠你 要賠給人 所以 在國內出現一些 例如可能 政變 例如 他們紛紛 宣佈脫離 俄羅斯獨立 又或者軍方發動政變的機會 其實我覺得最大 因為俄羅斯也是 獨裁國家 軍人 例如小伊古也好 格拉西莫夫也好 他們只要發動政變 尤其是下面的 不用那麼高級的 下面的上槍 發動政變 一槍就搞定他們 這樣 就可以 正式說 宣佈 他們是犯罪人 我們就撤軍了 將這群人 應該就不殺他好一點 打傷他 交給法庭處理 然後 俄羅斯 就不用背負了他們的罪責上身 其實 對 整個俄羅斯民族來說 這個是 對他們最有好處的 反而現在抱著這個普京一起死 整個俄羅斯民族要跟他陪葬 接下來那條數有時間陪葬 而且 將來的俄羅斯在全世界 都沒有辦法抬得起頭做人 你是戰敗國 你 不僅是蘇聯 德國或者日本 人家就有美國扶持 你們是沒有的 你們戰敗 永遠都無法抬不上身 永遠都抬不起頭做人 這一節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接著就會說一下習近平 要訪問這個戰犯 下一節再跟大家談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還有一些大一點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也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裡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沒錯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